引君子们看过来 国外研究报告指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吸烟者相较不吸烟者 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高出2.14倍 尤其在外戴口罩不便抽烟 回家又是老婆小孩家人 二手烟的危害处处存在 不如趁此戒烟 不过戒烟对每个人难一度不同 中山副医家庭暨社会医学部主任严启华 就说到他曾遇过戒烟十几次人失败的案例 一旦你烟瘾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对多巴胺会非常的渴求 而且就会产生一些阶段的一个症状 那这些症状呢包含了注意力不集中 会咳嗽 还会头晕 不舒服 然后会暴躁易怒 或者是全身没有力气的这样的症状就会跑出来 所以全身都是无精打采的 那单独你要靠意志力去抵抗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严启华提供几个技巧 帮助吸烟者在阶段症候群出现时 赶紧扑灭症状 远离烟瘾困扰 那我们要把握三个关键来提高我们的成功率 第一个呢 就是专业医师的一个协助 透过我们医师 我们的整个团队 我们来协助吸烟者 提供他的一个建议的计划 然后给他卫教的咨询跟追踪的服务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呢 我们要提供这个戒烟的一个辅助品 那借由这个有效的戒烟辅助品 我们可以有效的舒缓 他的一个戒烟的症状出现 那第三个很重要 就是家人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没有家人的支持鼓励的话 戒烟就很难成功 身处周围人都抽烟的环境下 一人又胜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戒烟 维持身体健康 所有在吸烟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在疫情期间还蛮痛苦的 就是在外出的时候也没办法抽 也不能拿下口罩 然后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也长了 然后抽烟起来也是很卡 所以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顺势就来了解一下戒烟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认为戒烟也很好的话 因为戒烟其实可以有很多好处 当然也可以省钱 烟瘾来袭的第一时间消灭烟瘾欲望 是成功戒烟的关键 今年台湾引进创新戒烟喷雾 是尼古丁替代疗法剂型 喷入口腔内 透过口腔黏膜吸收 生效速度与吸收速度快 缓解难传烟瘾 另外也有各级医院诊所开设的戒烟门诊 都能陪伴戒烟者完成挑战 记者温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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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 打 的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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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打 是 打 打 的 打